阿这个词 舍发佛心 心咒 这佛心心咒阿字 我们一般人讲 宇宙的原因 原始的原因 宇宙的原因 阿这个词 阿字真言 舍发佛心 祝佛法身 同俗加持 这些他用个诱 都是 日本 新教大师 所讲的 阿这个词 舍发佛心 心咒 这佛心心咒阿字 我们一般人讲 宇宙的原因 原始的原因 宇宙的原因 阿这个声音 所有一切音都从这个音变现 所以它是第一个母音 一切音身里的母音 从它变现 所以这是佛心 既然是佛心 当然 得一切祝福 加持 法身佛 加持 又说 皮诺 有点那 以此阿字为 秘藏 这个秘 不是秘密 佛法里头没有秘密 秘密总是 不能告人的事情 这些秘密 佛法里头讲秘密 深密 礼太深了 事情太繁杂了 无量因缘 成就也发了 我们讲的最简单的 在生物里面讲的 单细胞 单细胞 在佛法里面讲的 也是无量因缘 它才生气 所以通常用密藏 用这个词汇 来显示 它里面所含藏的 离太深了 语言太复杂了 以这个阿字 来代表它 有三神为说 阿字一法 三神是如来果地上的 法神 报神 印花神 第三神 法神 是礼 报神 跟硬化神 都是思想 报神 自受用 有他受用 硬化神 全是他受用 这里头 没有自受用 自受用的报神 在识报装印度 同时 用这个神 来教 出阵点 这些法神 因为 你只要把 无名放下了 无事无名放下了 也就是我们常讲的 于一切法里头 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无名放下了 还起心动念 不行了 你没放下了 真正 真正不起心 不动念 这就是见信 见信 报神 就陷阱 这个报神 否则经常告诉我 神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你自己知道 正得报神的菩萨 都知道 他属于同等的境界 为什么好 世尊在华言经里面告诉我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下 你正得报神的时候 你自信里面的智慧 这个德能 向好 全都显出来了 这三双信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这个经本上 经体的上半句 大臣是智慧 无量寿是德 庄严是下 你正在这条街 你的心 你的心真的 清净得到了 平等得到了 就开悟了 你的全在经体上 那么三双信呢 也只用一个阿字 这一个字 里头统统统统统统 阿字也发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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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